我们刚刚说了这一题并试的方法 那在并试的第三个步骤 我们都要把替换的算式加上括号 括号在试则运算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如果我不加会不会有影响 我们来看看哦 这一题 试则运算的规则 有括号的要先处理 先存除后加减 以及由左往右计算 假如我这一个算式没有括号 会不会影响它的结果 200加300减350 我们先想一想 它没有括号 也没有乘法除法 所以它很单纯的由左往右计算 因此它第一个要计算的 一样是200加300 加起来的结果是500 500减掉350 一样是150 看起来好像一样 所以我有括号没括号 有没有影响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是2172 1154 2196 1155 1156 2156 4175 1156